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什么iphone性价比最高呢 那当然是美版有索机 黑解王插卡局用 不用带卡贴 可以随意换卡 像这种外观橙色很新的苹果11 电视效率百分之百 市场拿货也才29张左右 再花100改个双卡 岂不是美滋滋啊 真小啊 还有苹果XS这款机型 当年也是拖拖的万元机 现如今只要20张出头 搭载5.8英寸奥赖的屏 a12处理器 性能手感一流 再换个超容电池 绝对耐打 这是一个湖南小哥要的12米尼 外观挺新的 国行载宝100多天 128G大内存 电视效率97% 5.4英寸全面屏 手感性能都很棒 在搞台12pro国行载宝295天 电视效率百分百 支持双稿双待 这种外观和品质和全新机差不多 但比全新机便宜千多比较划算 这是8加256的卖的4点pro外科有点磨损 搭载洗领脚件处理器 再把100多天 罐网都是缺货的 但华江北还是有货 再给福建的兄弟搞台八批 外观挺新的128g再把还有几个月 a12处理器单程主板散热好 吃鸡王者爽翻天 在下楼拿起台小米手机 这是8加256的小米10外观挺新的 屏幕显示也很细腻 搭载骁龙865处理器 耗置一四射 性能配置都很高 还有这款安卓之光小米11制装版 这个大后射模组非常的霸气 5000万像素主射 支持120倍变焦 搭载骁龙888处理器两k曲面屏 配置评测总分第一名48张就能落地 这是红米k305g版外观比较新 搭载骁龙765g处理器 要加128内存1000出头就能到手 性价比很高 再给一位四川兄弟搞一台11pro 他只要64g内存就够了 没有多久的机器 外观很新 电视效率百分百 品质也很棒 这是一位长沙小哥 要等到我5pro70980处理器 用起来很流畅 知识评下指纹 性价比很高的安卓机 这是卖的30pro5g版8家256的外观很新 很多人喜欢这一款 还有这台国行128级的苹果查案 电视效率99%品质很好 是一位广州大哥要的 这是为福建的小哥要的是一pro mass光双卡 橙色很不错 再看看二手平板电脑 这是ipad24在宝学器内外观挺新的 搭载a14仿身处理器 大概要34张 比全新机便宜个八九百 还有像这种s要手表 国行gps的 代表300天 拿过24张比全新的便宜个七八百 耳机的话 洛达156m芯片的二代耳机已经称霸式很久了 品质比较稳定 三代最好用的是这个156a芯片的供牛板 这样的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